那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唐宫委员 有1.5公斤 我们现在都很会目测1.5公斤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聊天 那我们看到已经有57个问题了 那所以我们就完全话不多说 我们从现在开始在大概1小时18分钟的时间 那我会想什么完全是由各位的问题所决定 刚刚如果才刚进场的朋友我就再说一次 你可以掃取个QR Code 或者是用手机连到Slido的看网数11019几号不用输入 那这两个方式都会到同一个秘密的案件 可以取个秘密或居民的聊天室 那这个聊天室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说可以按赞 按赞的数量越高越会跑到右上 这样的第二个特色是说最新的 这个想法会跑在右下角 所以如果是追问啊或者是 有时候自己就开始在右下角聊天聊起来 这都是正常的能量是否 不要特别在意 那这些部分呢都可以是让大家及时的来回馈 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说 如果在场的朋友想要聚受直接来进行对话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来聚受 聚受的话 现场取收的优先顺序 是高波Slido上面的优先顺序 所以是有欢迎取收答案 那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时间空间很多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了 有21位朋友们想要询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 就是要如何确认自己的脑坡没有被控制啊 那当然想要问说是被什么东西控制嘛 那因为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数位社群嘛 所以呢 我就先讲一下说怎么样来确认自己没有被数位社群做控制哦 那其实这个概念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你的手机转到飞行模式 那转到飞行模式之后呢 这个经过大概六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如果中间都没有出现阶段的症状 比如像说手发抖啊 或者是全身不舒服啊 或者怎么样 那你的脑坡就没有被面坡所控制 但是呢 如果你是就是不要说六个小时了 六分钟的时候就开始爬斗 觉得萤幕上面的站怎么都摆不下去啊 真的是很不舒服啊等等 那可能这已经是出现一种幻痴的一种效应 就是你的手机因为touch screen 因为触控是萤幕的关系 所以呢 就让你的大脑误以为它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因此转成飞行模式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还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那你的脑坡就已经被控制了 那怎么样子啊 就是让自己的脑坡比较不被控制呢 我自己的做法是去限制住 就是我跟它互动而平坡 像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ipod 那虽然是有触控式的萤幕 但是我跟它互动的方法 就是隔着一支笔 那隔着一支笔的时候就是它是它 我是我 所以它是一张纸一样 我会有一种幻觉好像它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或者是说我也可以透过键盘 那透过键盘也是一样 因为它的平坡是比较有钱的 但是当它是触控式的 尤其是当它刷新率很好的时候 确实说有一种幻觉好像说 这是你的手指的延伸 一年的延伸等等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把这个评论稍微限制住 你的脑坡就不会那么容易 被这些社群媒体所控制了 这样子 这样子的回答第一题 应该已经算是切疑了 所以之后我们就不要管这个主题了 大家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那有2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您好打扰一下 请问对于年轻人身处在复杂多变社会 应该如何去求自我而不忙或听从而追求 如果有何建议你今天故事可以分享吗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听从也好或者是追求也好 那算重点还是不要盲目 因为如果你是不盲目的 就是你是有intention的 那你不管是听从也好 追求到什么 是你已经在心底下定决心说 那我现在要追求什么 或者是说我现在要听从 不知道某个podcast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但是如果是在自己没有留意的时候 就变成是好像被动地接受的话 那就是确实是比较盲目 我具体而言 好比像说有一个网站叫做Facebook 那我在上这个网站的时候 我都是会用一个plugin 一个主持人体的延伸套件 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它就是把newsfeed 就是这个Facebook为你吃的 这个新闻墙把它整理拿掉 那拿掉之后呢 它换成很立志的一句话 那所以呢这句话大概都是 就是如果是找Eradicator 这个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 Facebook Eradicator 那不管你是就是爱用哪一个浏览器 就是Chrome或者是Fivebox之类的 大概都会有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把整个墙全部都拿掉 然后它就换成才有其他新的 how wonderful it is but no one need to wait a single moment before deciding to change beginning to improve the world their found the mistake of others is can't live well enough to make them all of itself 就是你没有办法这个活得足够长 把世界上所有的错误都看了 所以不如就是多学习别人犯的错误吧 等等 哎这些都是蛮不错的一些明言警句啊 那所以就是把整个Facebook Feed拿掉 要换成这些明言警句之后 其实每一件我在Facebook上面所做的事情 都不是忙碌的 因为我必须要想到这个hashtag 然后去搜寻它 或者是说我必须想到某个人 然后去看他的文化 或者是我必须想到某个节目 然后去参与他的直播等等 但是比较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我就一直滑 然后每次都不是很知道我会看到什么 好像转运会很一样 那这个确实是蛮忙碌的一件事情 所以同样的就是把Facebook当做浏览器 或当做搜寻情去使用 就是从被动的就是consumer 就是对于资讯的商费者的这样一个概念 变成是你是一个producer 就是你是在想要有自己的想法 想要发展想要发挥 那你想到什么去看呢 就是好像查资料啊 以及素材啊等等这些活动 但是绝对不是说好像就是你脑里 并没有一个战口 也没有什么intention 就一直画一直画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具体来讲就是 V eradicate 或这一类的东西 是我这个具体的经验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的年轻人 因为各位大概都是Digital Native 我是12岁才接触到网机网路 在此之前都还是用笔啊 用纸啊 用这个就是传统的类笔的方法 但是我到现在就是还是用笔 比较习惯 我其实很不习惯现在的topspring 这些东西 那也是因为说因为我用笔去想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往两个维度去想 但是我如果打字 或者是用其他的就是线性的方法 然后我就被压缩到一个线性的维度里面去 那是觉得这个想法是比较不自由的 那所以同样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了解到就是自己 对自己在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 在脑里面那个mind map 那个新制度 到底长什么样子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学习方法 那是你要数位技术来配合你的学习方法 像我就是用新制度的方法 而不是说你去配合现在最流行的数位技术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也是各位我想比我还要懂 应该是我要跟各位学习 但这就是我的一点自己的经验 有时就会这么想要问说 数位政委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非常好的问题 政务委员就是在我们行政院 我目前有九位政委 数位就是不止一位 所以目前有九位 那九位政委他就是在各个不同的部会 就是每一个部每个会 他有不同的价值的时候 然后出现一些纠纷 或者是一些三不管的替代 或者三个都分享管来管的方法 不一样的替代的时候 政务委员在这个中间进行 居中协调调和的这个工作 就例来讲 好比像说 在我刚加入集结院而已 16年10月的时候 当时电子晋级这个活动 是三个部会都不管 而且三个部会都觉得不该他们管的 那教育部的体育署主张说 这个电子晋级没有动到身体 不能算是体育 因为他们说 如果早上这个小学生要做体育时间的时候 半小时都跑去打电竞 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所以可见电竞不是一种体育 而应该是一种文化 那文化部就主张说 电竞没有百年的悠久的传统 那所以就是等电竞有100年的传统的时候 再来早餐 确实没有100年的传统 那这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经济部工业局就主张说 我们在讲的是电竞选手的权益 那个球场 那课球 确实是我们工业局制造的这个没有问题 但工业局从来没有管过球员的事情 所以运动员要工业局管 这个除非他们是机器人 这个说不定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如果你们是活人的话 还是比喻属的事情 那所以就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三个部位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所以郑文宇就是要在中间去进行协调工作 那我的协调大概分成三个层面 一个是开放政府 就是用不是只是我们做完决定告诉大家 而是做决定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人批评 我们就说 开门造曲吗 你行李来吗 那这个就是开放政府 那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就是说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没有等政府去做的事情 他自己就觉得说这些事情该做 他要去做像特效地图这些事情 那我们做的事情 就不是去读到他 而是去增读他 去把他这种好的想法弄成这个人尽皆知 全世界都知道 那这个就是吴占伟跟江宇宗等等 这些台南的朋友们 他们扣照地图的那个经验 就是一种社会创新 那当然青年参与 所以就是只要是学校 不管是大学还是国教 邀请我演讲 我都一定会来演讲 因为各位在slide里面的留言 就是青年参与这种方式 所以在之前的那个电子经济的安置里面 我们就用到了全部的三个方式 简单来讲就是我把 刚刚的部会各种不同的主张 各位听起来好像 我的两个是当然觉得 这三个部会没有什么道理 确实是如此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竹子稿 丰富在可能PTT的LL版 Cossiping版 是八卦版 或者是巴哈姆特 蒙古01 雅虎奇摩天竞 我应该还漏了好几个 之类的 那所以总之在这些情况下 大家看了这个竹子稿之后 当然就会有一些情绪性的大疑 我们就完全不去理他 现在四个发言大概都是情绪性 而且都其实没有看过文章 但是到第五个发言就会很专业 而且就会提出一阵间写的这个洞察 就是所谓的专业的五楼 因为他是一个有看完 但是又想得出一些想法的人 所以在当时就是靠专业的五楼提出来说 那我们就不要谈叫做批语 我们把它叫做一种 就是记忆文化表演工作者 这样子三个部会都跟他有关系 又或者是说就有一位资深的项目提出 我觉得围棋也是一种电子经济 因为围棋现在都是在网路上面下的 而且电脑也下的敌人很好的 可见是一种回路质的电竞 那就是因为文化部最围棋 已经有一些法曼 所以就是别的电竞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比较适用 这些真的都非常有创造力 所以我就把一些比较就是算的部分 把警察好好的都拿掉之后 就把它带回我们的新阵营给这些部会看 这些部会同样也会训绘 真的有危险感觉上就是一种电竞 对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们来来回回来来写他二三次之后 那我们电竞就正式变成一种 文化、记忆、表演、智力、运动 所以你们还叫什么 但是总之就是这三种部会 都愿意来管 那这个就是我在哪里认为主要的工作 好 那有一个追问是说 那在我这样子的换部会协调里面 遇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完全没有遇过任何的困难 那原因就是因为 原因就是因为 这都不是我的创建 我所做的事情 就像刚刚所讲的 只是一个管道 只是一个channel 就是确保说 我们在这边 大家跟这边 集思或硬狂一样 就是在各个部会里面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我就确保这些是如实的 去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在我们CIT这个平台上面 我当然证为之后 目前已经开过大概一千五百场 所有的会议 那六千人讲了三十万句话 那在里面就是像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电子经济啊 或什么其他的这个协调啊 那这个不是只是好像综整的会议记录 而是每一个人讲的每一个论点 每一个字 全部都用结构和资料的方式 而且甚至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红黄绿等等 那这一个每一个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连接的 所以呃 第一个他鼓勵 这不会被断向取义 但是第二个这个都会变成 所有的social object 就是说是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路上面 直接来分享这一句话 那但是他会保留这个脉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没有任何困难 因为集思的部分是各部分的朋友在做广义的部分 就是说大家想到新的对公共利益有价值的事情 跑来找我 或者是说在PG上面发战略信给我们说 哎我们看你的主资料 我想有一个新的想法等等 这部分也是民间的朋友在做 我只是确保这个空间它是顺畅的运作而已 那所以这个空间确实都是很顺畅的运作 所以目前为止并没有遇过任何的困难 那有FIRST9的朋友问说 最近有15个国家签订RCEP 台湾被排除在外 就是什么看法 以及对台湾的立场的这个看法 那当然就是RCEP 他们目前的签订也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的生效 而在这里面就是对于台湾特别是像电子啊 或者跟数位相关的这些产业 其实我们本来用白蓝手谈啊等等 其实都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条件 所以它在短期之内 不会对台湾有很不利的大的影响 但是确实如果以十年为期的话 那确实我们还是要 不管是用像瑞士那样一个一个白蓝手去谈 或者是说去整合CPTPP的方式去谈 还是有必要继续去谈 所以其实像就在 实际上现在 我正在APEC的那个CEO论坛里面啊 跟牛希兰啊 还有跟Facebook代表跟Bloober啊 来就是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可以一面在那边谈啊 可以一面在这边跟大家演讲呢 当然就是因为数位正位就是好几位嘛 所以那个是预录的啊 就是我的几天见已经预录过一次了 预录过之后他们现在在那边播放啊 那播放的时候当然就是各国的这个官员啊 事务官啊等等 就会去在里面听到我们的这个论点 那我们论点其实很简单 一句话来讲就是Talent Can't Help 就是帮我们整合进任何一个经济秩序里面 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些创新 都是对社会对环境不坏的这种创新 那这些创新就不是像以前那种略螺性的 现行境界来讲创新 那是说尤其是像我穿的这件衣服 我也可以说 它是12个会首的宝特品 加上5杯咖啡的咖啡渣什么东西 然后变成一个Upside going 就是说它对不管是探足机也好 或者对永续的支撑也好 等等都是有帮助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主张底下 其实整个APEC 地区 大概没有谁会反对永续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是持着这个主张 比较有可能会讲到这个区域架头里面 大概先这样子回答 那有一位很帅的朋友叫陈时轩 陈时轩 陈时轩的朋友也没有 都表示他会非常帅 OK 感谢你 陈时轩 我们有25位朋友问手 这个 好 有一位朋友追问 说他只是帅而且有自信 就是 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其实概念非常简单 就是说 因为我并不是觉得说 好像我都很行 我的自信来自于 我可以说 看面造具你行你来 所以我的自信 其实是来自于 我有这个自信 不管你提出什么样子 天马上空 荒诞不经的见解 我只要花时间 我都可以理解 而且我可以选你来 可以站 所以就是选每一边站 taking all the signs 其实才真的是自信的来源 如果有一些方面 你没有办法 entertain 那样子的见解 就是你脑里面放那样的见解 就会觉得非常矛盾 觉得非常不舒服 觉得 就是玻璃心 好像要碎掉了 等等的这个情况下 反而就是非常没有自信 而且有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政权 在特别没有自信的时候 就会特别去 就是做一些没有自信性的投射 那所以现在是 因为我们是 就是同时照顾社会经济环境等等 我们是可以选每一边站的 所以我们反而是 非常的有自信 所以这也不是我个人 我想这是台湾的一个特色 那有二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这个台湾的数位科技发展的未来 有什么规划 然后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从最大的 最广义的来讲 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智慧国家 叫Digiplus DIGI 就这样子一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不是很可爱的柴群 有没有 秀可爱的柴群 但是乱入等我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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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DIGI 就是这个 这个方案 对 那DIGI DIGI Digiplus 分别是Digitalization 就是最基本的 環境人权 任何地方都可以499 本来不是想说499 但是这边 就是说现在事实上是499 然后任何地方 其实是云山顶上 的每个人 让大家可以见面3分请的话 视讯至少可以2分请 就是development的部分 那在Innovation的部分 就是确保说 当你有一个新的想法 而我们本来 法律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各种就是创新实验的方法 所谓的sandbox 就是让你可以先开这些无人车 开一阵子 然后呢 确保整个社会知道这个怎么回事 然后形成一个一致的见解之后 确保说我们 不会去打造创新者的路 所以我们国家法治 等等这些系统 会好像在高速公共上面跟车一样 就是跟着这些创新者 大概两个车身 三个车身的距离 那如果你的创新 真的很不错 那你就可以引领这个社会 如果你的创新 都犯车了 那至少我们可以 就是赶快做一些经济救护 然后在那边 立一个派子说 以后不要从这个方向来创新 我们是一个别的方向 那当然是 因为是一个赛宝 像这些无人车 速度都很慢 所以其实也没有这个 就是状态人会 创新人的问题 其实状态人会有点痛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在 就是它的风险 比较固定的情况下 去促使创新的发生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叫 就是治理 我们在很多 往进往路的议题上面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 跨国的公司 他们在做所谓的 破坏式创新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没有管辖权的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全世界都是如此 其实是加州本身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每次当他 发现这个创新 他事实上对社会有不利的影响 好比像说 我们在任意18年的选举的时候 因为在 监察院有释出 用Open Data的方式 就是大家 捐钱给候选人 以及候选人 花钱的这个 Raw Data 他用Open Data的方式释出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来进行分析 所以by the way 我没有付钱给博恩 博恩也没有付钱给我 但是两个人 总之就是说 大家都可以去 就是进行分析 然后看的时候到底就是 候选人的花费 花到哪里去了 那在2018年的分析 就发现说 几乎在Facebook上面 去进行精确的 广告投放的这个部分 都没有被任何候选人 被讲成是他们的 偏偏的这个花费 那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 正式现金本来 只有本国人可以来捐献 而且他就是 必须要花在正当的地方 就必须要揭露 但是现在就变好你可以绕过 就是说你不是本国人 但是你想捐钱 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你是可以透过 帮他在Facebook上面 下关键字公告 在这个方式 de facto 就是事实上捐钱给他 而且还不用揭露 说你到底下了什么广告 他可以多少人 多少人看到 触及多少等等 所以他等于是在 政治现金这个 这个社会的常规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运用 Governance的这个技术 就是所谓的自律 他律 法律 那所以我们知道法律 以下怎么做到Facebook 但是自律的部分 看以下怎么做好 所以我们就只能用他律的 这个方式 但我们当时的做法 就是说 我们去告诉Facebook 说你看 我们现在监察已经释出了 这些东西 我们在G0B 民事政府 已经有投票指南 那我们在民间 已经有非常多的传媒 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分析 我们看到说 你就是缺的那一块拼图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 你照检查领域 去公布你的这个结构化的资料 在我们2020年的大选的话 虽然我们在法律上 实际上也没有办法 但是说不定 会被社会抵制 那在台湾的好处就是说 当社会部门震荡性很高的时候 你知谁啊 谁就倒 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是在说也不敢调皮轻型 所以他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在全世界 应该他们是第一个 他们就是用完全即使 开放资料 OpenAPI的方式 去把他的所谓 网号托房Library 限制成 只有本国人可以去给 而且必须要继续地揭露 像有谁在试那种 就是你知道 俄罗斯队之前 美国大选 Dark Pattern的时候 就会立刻被 全国媒体爬线 那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是我们的governance 这个是主人做的事情 那第四个就是inclusion 就是谈容 或者所谓的暴容 inclusion的意思蛮简单 就是说 我们把民主本身 也看作是一个科技 也就好像说 你可以试不同的晶片的制程一样 你也可以试不同的 民主的餐饮的方法 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 就连那个作业系统核心 就是宪法 都可以修改 那而且实际上 改了蛮多次的 最近还在讨论要再改一次 所以连Curnal都可以改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对整个民主的想像 是非常的灵活的 我们有 不是只是说 这个两年 就是每两年 投公投 然后大选 投公投 然后大选 我们每天每天都可以去进行 联署嘛 倡议 参与是运算 沙和总共美国 各种各样的方式 每天都可以参与民主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即使没有投票权的朋友们 都还是可以觉得自己是公民 而不是只是国民 实际上我们很多 就是最有影响的第二年数 上面都是16岁左右的朋友 提出来的 16岁左右的朋友 跟60岁左右的朋友 是我们终于平台 花最多时间的两群人 那我们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 解释这件事情 但是大概就是他们时间比较多 然后也比较在以下一代 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吧 那所以就是确保说 就是目前没有投票权的这些朋友 还是可以透过他们的方式 透过数位的方法来进行 有关他们利害关系的一些政策职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数位科技 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大家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我理解数位科技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完全只是自然科学 工业技术 这样子去了解科技两个字 我刚讲的很多都是社会科学 然后民主 就是治理的技术 那这个也是科学 也是技术 不是说社会科学 就不是科学 再来先这样子回答 有Brit Jolton 问说 最近关于大学生 有很多自杀的新闻 想请问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我当然刚刚讲到的这个概念 当我大家有看到就是七色环 那个就是所谓的 联合国务区发展目标 所以永续对我来讲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永续 如果要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的话 就是说 要让这个世界在你登出的时候 比你登陆的时候 要来得好 那而不是说就是你为了这个 就是 你自己的享受 然后让世界在你登出的时候 变得比你登陆的时候 要来得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永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这具体的要实践 当然有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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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做法 我觉得不在这边 这个被全部 165个 有序话的目标 又公开自己看 对 那但是如果像刚刚讲到 就是说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 它就已经提早登出了 那提早登出就是 可能突然断线的这个情况下 那就是没有办法 它是永续的一个情况 显然没有办法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让就是世界在你登出的时候 拼你登出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永续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但是我们 就其原因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压力大到 就是必须要提早登出呢 那很多时候就是 没有很好的一个支援系统 而且觉得说 好像就是外界对于大学生 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好像说你既然都念到大学 就应该怎样怎样 那发现自己不能怎样 那所以就等出算了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具体的建议 是说 那可以就是 稍微休息一下 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大学 也讲的时候 那就有人问说 那这个唐春文 你这样子讲 是要我们就去修学的意思吗 那然后我就说 这样是 你会觉得修学 你会心情比较好的 那就去修学 这个如果你需要说服你家长的话 你可以把这段录影 放给他听 对就是说 我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就是说 那当你觉得说 社会的一个期待 跟你的自己的想法 两个中间出现 这样的落差的时候 其实休息一下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个休息的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慢慢地发现说 其实并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社会的错 而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落差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 让后来的这个子孙在提供出的时候 可以变得更好的一个题目 像我自己在小学的时候 就是对所谓的标准答案 等等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 那但是后来因为 我下来也有加入神明国教课法会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 就是我比较详心的这一套 自发互动功耗 由向孩子来决定他的方向 而不是人跟人之间去比较竞争力 所以我想竞争力只有团体 人跟团体之间 还有竞争力 人跟人之间只有协同合作等等 那因为我活得够长 所以后来就把这些小孩 写进课堂里面 那有写进课堂里面 就表示说 那再往下一代的国教的这些小孩 就不需要像我们那样的辛苦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只要撑得够久 永续测试堂里面 也可以翻成撑得够久 这样一个撑得够久 不管你中间需要休息多少次 都有机会把整个世界 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有一个追问 这个跟这个题目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所以如果现在桌上有一个苹果 跟一个橡胶 那会想吃什么 如果现在桌上有一个苹果 如果有一个香蕉的话 我会想喝咖啡 那有25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私立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有什么建议 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看过 就是中央借助把我打扮成 极其猫王 就是菠萊姆 或小铃铛的那个妙房 那个环抱 就是如果有空的话 我没有人在这边放 对不对 如果有方的话可以 check it out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对于就是刚毕业的 或者是当即将毕业的朋友 现在来问说 到底是就是要去实习好呢 要去就业好呢 还是要先去参访 还是考课症照好呢 那我通常都说只有小孩才做选择 这个皮大师全都要 那就是我们用国家的力量 去确保说在未来的四年之内 任何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们 不管就是你本来的科系是什么 那都可以变成皮大师 就是Talent Training Transformation 数位转型的大师 不管你对服务业 对于行销 对于制造业 或者是对于coding 有兴趣 那就可以直接来 按这个很奇怪的icon 那这个icon按下去之后 就签下去了 就会有一个免协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是大概长大半年 然后前两个星期 是一些基本的工具的掌握 那在接下来之后 就半年的时间 是在全台湾各地 特别是帮助有社会使命的 就社会创新的这些试验 去进行转型 但如果你特别对于服务业 或制造业 我行销的行销 我们也会尽可能帮你每个人 那在这六个月的实习期间 就是你只要撑得够久 就可以一直有奖励金 可以拿 可以拿到十万零八千块 好像对 然后那在这个夜市的带领之下 其实就不是好像去打工的实习生 那种感觉 而是说你是数位的digital native 是你来引领这个方向 然后来帮助代替 最需要翻转的这些朋友 来进行数位上的翻转 所以这个实习是拖态于 我们办公室每年都有的实习计计划 我们办公室大概在22个人 但是每年都会有那么两三个月 突然变成52个人 就是进来三十位建训生 那这些建训生就是 就是我觉得迈的意思 就是同样的 他们也是类似像是提大使一样 就是带领着老旧的建筑物 在这个意思上面 就是中央部位的公共门网站 然后去确保说这个 他们所有看过顺眼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从这个 就是很丑的状态变成很漂亮的状态 所以他们都 非常年轻的朋友 是一群色彩编细的 不是这样吗 OK Party Parrot 对然后也非常的会写多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是可以大概看一下说 这样的建训活动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们已经翻四年了 每一面的题目都不一样 在一年的题目是 确保所有的中央各级机关的网站 不是只有I1可以动 而是其他的浏览器都可以动 这个是一份非常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想是蛮有正面的社会影响力 而且也让各级机关的朋友发现 因为年轻人不是只来抱怨的 他是带着礼物来 就算他是带着一行叫做 一行CSN或一行HTML 也可以瞬间就是这样 那些部会的承办 然后不用直接 就是像做支援那种 不用Mac你的软件来用到包厂 的这样子一种就是 陈情案 所以这个他们是非常感谢的 那到了第二年就是 确保说 在即使是比较窄的手机 萤幕上面也用所谓的RWD 不用影响全动 就可以去存取 就是部会的这些形容服务 那这当然也很重要 那到了第三年 那就变成是 就是学生看不惯的 所谓服务网站 就可以开始来大改造 和平常说登山 一站式登山服务网 就是我们的这些天气生 协助我们各个不同的部会做得到的 所以如果有塔山的朋友的话 嗨点台湾点GOV点TW 它并不是取代了本来的 现有的就是景深书啊 或者内政部啊等等的这些 国家公园啊等等这些网站 而是它变成一个一站式的做法 所以你只要说 你要去爬哪一座山 它就帮你去爬山 我的台队啊 抽签啊 所以随便什么 都帮你一站式的办理完成 那这样的话 你只要一次登记 那尤其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 因为本来的那些网站 如果你是只会讲英文的话 有些甚至还只有转身可以用啊 所以就是对于外国人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不像我们 就是可能已经有肌肉记忆 就是要去爬山的时候 有三个网站分别天守 对很多人来讲 如果那是第一次爬山 然后这个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就是第三届的 我们瑞士学生帮忙转型做的事情 那第四届用网站上有啊 我就特别多说 所以大概就是不是两三个月 而是半年的时间 那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而且就是还有钱可以领 所以就是和尔不为OK 欢迎报名提他 有24位朋友想要问说 那为什么这个 唐宫在各大社群平台 包含PPT 包含推特 包含突浪等等 那么好调到 是不是需要什么bot之类的去追踪 并不是如此 其实我只要看一个新的本页 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喜好项目 喜好项目就是最近有人提到唐宫 24小时之内提到唐宫的全部的link 所以我其实只要开这个浏览机的预设分页 就立刻就会看到说 现在就是到底谁提到我 我好想说 全部参战的大港开场 天要漂亮 两分钟卖光 是不是我爱的 不是我爱的 所以 当然因为PPT 也有web版 所以其实我在这个上面看到 我只要觉得有建设性 那我就会想去唯 那如果没有建设性 当然就不会想去唯 大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有20位朋友们想问 请问外来的时代将会咨询化 我并不知道 现在的时代就一定咨询化 那我认为咨询对于人民的影响 会达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有可能在咨询化的时代 反咨询吗 确实就是现在很多人是觉得说 就像刚刚讲到的感觉上 好像脑坡是被这些电子设备的控制 所以重点还是说 你要调appropriate technology 对你来讲适当的一些进学 特别像说slido slido就是一个很好的appropriate technology 为什么 因为它放在这边 我其实不需要一直去盯着它看 我不用盯着它看 我的注意力就是放在各位身上 虽然就是见面三分请 大家楼上升2.5分 但是我多多上下还是可以看到说 我讲的每句话 我是不是逗好 需要稍微再放慢一点点 这样子大家比较跟得上 或者是说大家觉得说 好 回到这边已经可以了 才会跳下一条 就是我可以花比较多时间 在各位的情绪上面 但是呢我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去记得说 现在你的讨论题目是什么 因为slido已经放在这边 我两边都可以看得到 那台面的就是各位 手上的手机 本来它是可以是比较 distracting 的 就是说 尤其这么长时间的演讲 其实我也了解很多朋友 就是一定会看手机 而且一定会找个什么东西 可以按赞 不然真的手就是会发抖 那但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运用QR Code 这个机群 已经驱断承受了 各位的手机的浏览器 所以意思就是说 各位如果有想找个 什么东西按赞的冲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冲动 放在slido上面 而且你如果是po在 就是instagram 然后啊 抵抗啊等等的地方的话 从你po到别人来帮你按赞 这个中间可能要等两三分钟 那但是你这个 一po在这边 马上就有人帮你按赞了 一秒钟就被人按赞了 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跟你做 领诱者拉跳 我刚po了 帮我按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在这边 它的instagram 它在及时满足的这种感觉 高过 不管是decar instagram 或什么别的平台 所以大家就比较会把自己的 想要po一个问题的冲动 或者是understand的冲动等等 放在slido上 而且又因为slido 其实没有回复按钮可以按 所以呢 可能也没有办法理障 这个flameware 根本打不起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匿名的嘛 你唯一就是 如果觉得这个问题不够好 方法决定一个更好的问题 然后开始拉票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这个就是完全好像像P2一样的一个社群 叫pro-social media 就是对大家 彼此的帮助的这样子一种媒体 而不是anti-social media 所以我是觉得说 每一个互动的空间 它都有可能 用在anti-social 或用在pro-social 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相处的时候 多用这些pro-social的部分 那这些技术在旁边的地理性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 不会理解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好持期待 就是说这个题目 好讲够了 那大家就好像那个俄罗斯方块 知道下一个方块会是什么 马上就会知道说 这个我接下来就会要讲 唐凤 拜大家 好 OK 好 那有29位朋友们都主上说 他赢了这个选举 我们恭喜这29位朋友 不知道是新学位还是什么东西的选举了 但是就是这样 就是恭喜这29位朋友 好 那有二级的朋友们 我也说 像唐凤正文对中天新闻 他换照失败 什么样的看法 比如说民进党辞职独裁 网络上面 听说下一果竟然就是 铲除TVPS 我好心看好 首先当然是读品疾患 我对独立疾患 觉得不可能有什么看法 那但是呢 我会觉得说 所谓铲除什么东西 可能是有点超过 因为我们对于NCC的这个团长 NCC主委已经被问到保 所以有空可以去听他的那个讲话 其实就是去确保说 新闻工作跟就是 只是产制出一些声音跟影片 内容工作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你只要讲的时候一个故事 大概就可以说是内容工作 但是要把自己叫做新闻工作 或者新闻工作者 从内容到新闻 中间有一些自律的一些规范 就好像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写一篇文章 但是从铺一篇废文到变成论文 在学术上面有些伦理的规范 你要完成论文的这些要件 你才能主张这是一篇论文 不然的话就是一篇废文 废文力没什么不好 我们是非常就是言论自由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展现自己的那个废文力 但是就是在论文到这个 这个学术社群的norm上面 大家还是有一些全部的词 有一些就是要完成的检核表 那所以同样就是从文字 或者内容的展出 到把它叫做新闻 那新闻有它自己的论理等等 不过这个是新闻专业社群的事情 那我绝对不是主张 我是新闻工作者 这好像说 我绝对不会主张说 是我们行政院自己跑来去插合这个新闻记者做的对不对 不是这样 我们只是提供我们角度看起来的一片拼图而已 但是实际要去做反射品等等 这些都是新闻工作 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专业社群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件事情是 就是它就是这样子决定了 那你可以同意 可以不同意等等 但是我是觉得它还是在新闻专业的这个建筑上面做 而不是是用作为从上而下独裁的这个角度来做 那有一个临时动影说这个这个讲座 那我觉得一直非常像是在教会 好 我也这样子觉得 这个 是不是各位平安 那有2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果自己的兴趣很多 喜欢的东西也很多 像我们当然是应该要多远发展 但是那还是要专注在其中一个 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相矛盾的 因为我们多远发展的一个特色 就是你是专注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 然后在旁边的这些学问 这些兴趣这些什么东西 都是在满足这个你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那个目标旁边的一些材料 所以与我自己的理想来讲 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中措吗 其实我国中念到二年纪就不念了 当时我跑去找校长 那就是说我写了一个 research question 我有研究问题想要解决 那校长以前都是跟我说 我必须要国中念完 高中念完 大学念完 研究所念完 跑去国外那个博士语 等等我身份才能够跟我喜欢的教授 一起来解决这种 research question 然后我一直变成理智 那但是呢 我就跟他说了现在网络上面 已经有一个网站 ARXIV Archive 现在这个网站还在 那这个网站上面呢 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的论文 是论文前的 preprint 就是他还在比方说废文了 work in progress 对这个状态下 就把它PO出来给大家来审阅 所以我在上面呢 直接写个 email 过去 他也不知道我才是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 开始做研究 所以我就主张说 你看我已经开始一起做研究了 所以我不太需要受到这个 学们的限制啊等等 所以我就应该就是 全心去做研究就好 那校长本来来说服我说 我已经在国中念到毕业的 这个诉求 我是觉得不是很合理 但是我还是需要跟校长讲 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 强制入学条例 所以就是我如果真的不去学校 他每天都会被发钱 都会被教育局发钱 所以校长当时就听了 我的这个 argument 他想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就说 你有论点没有道理 所以你明天开始 就不用来学校了 至于教育局那一天的 强迫入学条例呢 我会帮你处理 那所谓处理的意思就是 伪造本书 那不过追溯其评过 所以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 我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 中二的心灵 中二的心灵里面 就埋下了一个种子说 原来这个常任的这个公务员 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 所以到现在我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念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的 research question 到底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在网路上面 想 archive这种社群 他根本不知道我才14岁或15岁 他根本也不认识我 对他来讲我只是一个 完全匿名的一个 email 而已 为什么他可以那么信任我 然后就开始跟我 开始一起做实验 一起做研究 然后甚至聊天的时候 又会把我好像当好朋友一样 讲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 当时家长都开始说 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啊 不要去陌生人家给我啊等等啊 总是要花一些时间 彼此互相确认能够信任 才能够一起来进行工作 那为什么在网路上面 一拍几个 好像一个 hashtag 一对一个 当时没有hashtag 一个关键字一对了 那大家就可以开始就是 天马行空无话不聊 而且可以开始真的 一起互相相信做工作 那这个现象的 和Suit of Trust 在早期做 service space 研究的人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 但是你要怎么解释 Suit of Trust 这个在后面 需要非常非常多 不同学们的事情 才需要 可能社会学 人类学 生理学等等 各种各样的学们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都是我的兴趣 也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学这些 不是因为我喜欢整个学门 就好像不是特定的星座 而是说 我有一个认定的 想要研究的方向 那个方向旁边的星星 我自己把它做一个星座起来 那这个 从学门的角度来看 是多元发展 对我来讲 是专注在我的research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我事实上还不知道 什么别的方式 是可以学习的 好 那有24位朋友们 我想问说我的口罩 是哪里买的 这个口罩 它是在一个店商 叫做酷盖 queer guide 酷的酷盖是 盖子的盖 可以在上面买 有24位朋友们问说 今晚大学币 是不是应该先读研究所 还是应该要先就业 那我觉得 你可以考虑先去他们替大使 我 因为他本身就是有这个 学习 有研究 有征兆 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但是呢 又有这个 我们从国家变业的预算 还可以拿到这个 108000块 所以真的考虑一下替大使 但是 我想 重点还是这样的 research question 如果你已经 有一个研究的主题 甚至连 大概 哪一个方向的老师 大概鸡尾等 这个名代 大家都已经想好了 那这样你的老师 就是聘其聘做的 这个时候当然 就欢迎你投身于研究 那但是 如果你脑里 没有一个research question 只是觉得说 那我好像 学历还不够高等等 那说真的 D大使的这个历练 加上增长 研究所学我也好用 所以还是 就是D大使 对 有21位朋友们问说 等等有没有机会 可以跟我拍照 或者是签名 我刚刚已经 有拍过一个大合照了 所以我们现在 只处理签名的部分 如果 有21位朋友们想要签名 而我只能讲到 5点我就得走的话 那就表示说 我其实只能讲到 可能4点50 然后留个 5分钟到10分钟 左右的时间来签名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 OK OK 好 那就是这样子 好 那有19位朋友们问说 他为您好 我想请来当自己 对于未来感到迷茫 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周围有很多指示的 杂音的时候 要怎么找到 自我跟未来的方向 首先呢就是 周围的杂音呢 就是可以就是 把它练出来 有时候练出来是不错 像旁边都说 我是吴凤 我是吴凯 练漂亮是美凤 长头发变成唐凤 等等 对 然后呢或者是说 这个旁边就有个杂音 说我们可以展示堂 放双下吧 旁边有个杂音 说这个可不可以开冷气吗 有点小闷 不知道这个处理空调的朋友 可不可以把这个冷气 稍微看大一点等等 那就是说很多时候 对外人看到迷茫的时候 去稍微拼一下旁边的杂音 也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重点还是要说 把这些杂音 变成自己的声音 就是像我刚刚把它自己念出来 我自己念出来之后 或者自己卸下来之后等等 这个就变成你自己 对他的一个诠释 等于重新有这个主动性 而不是说 好像都是别人的声音 在你脑里想 因为别人的声音 在你脑里想的时候 你的脑部就被控制了 那如果是同样的话 完全一样的话 完全一样的道理 但是是用你自己的话讲过一次 或者你自己把它写下来过一次等等 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 所谓的mentalization 就是你可以在脑里面把它心智化 把它心智化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 你这个方向就会浮现 因为这个心智化的过程 就是在让你去找到 哪一些方向你觉得比较适合 哪一些方向觉得不适合 某些方向你觉得适合 那你就稍微我们了一些 那如果发现卡住了 其实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卡住了 那你可以透过适当的管道 好像说冷气啊 现在就变冷了一点 就是去反映 就是去反映 就是互相 怎么讲 是互相double permanent 就是很难翻译 是交互诠释的 就是当你发现了一些 关于社会的事情 而你告诉社会的时候 社会会因为你告诉社会 这件事情而改变 而当社会改变的时候 那你当然理解社会的方式 也会因此而改变 所以重点还是每一天 就稍微走一小步 做一天你能够告诉社会 从业家路看起来社会是怎么样 的这样子一些分享 那在这个分享的时候 社会也会来告诉你说 那社会因为你而改变了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所以这些只是答应 只要你每一天都可以mentalize 就是把它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而且每一天都睡够 这样的换处的方向 就会就是慢慢的提现 那有另一位朋友 就表示说这个他肚子饿 所以可能目前在场 只有一位肚子饿的朋友 那我们这边是 我想欢迎吃到后退市 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肚子饿的话 就是可以补充血糖 好 那有十大位朋友问说 虽然还没有开始演讲 其实已经开始一阵子 可能就是会犯迪雷 好 这位还没有开始演讲 就留言的朋友说 但是对于社群平台的过渡 再也让我每天找不到自己的安身处 想请问讲 是当自己处于一个人的时间 如何滋事 就是如何适应自己 当然有问题 其实我的解决方案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不会去粘在荧幕上面 而且就像刚刚讲到 我做的就是每一个动作 包含是就是在用手机的时候 用的都是这种很奇怪的手机 那这个是一个智慧型手机 大家不要搞错 不要以为它是就是 就是不能够跑YouTube 它是可以跑YouTube 只要能够放YouTube 就是智慧型手机 那这是Nokia的翻盖式手机 那这个手机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没有触控萤幕 所以我怎么滑都不会动 那像这种手机 虽然它可以跑YouTube 它其实也可以上Twitter 它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做 那只要能够在浏览器上面跑 就可以在它上面跑 因为它是用Five Fox 这个软件器的Corebase去盖 去盖的 它是DoDoDoGo的后代就是KiOS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非常容易 放这个手机来开它程式 可是因为它没有触控是萤幕 而且基本上是用键盘输入 当然还可以用银输入 所以我粘在它上面的几率 基本上是零 所以在社区的网站上面 对我来讲 我就是把它打开 然后稍微看一下 可是我没有办法滑动 因为这个萤幕根本就不能滑 那所以我就必须要按那个上下左右键 然后卷到下一个 再会卷到下一个 那这个其实按键是很花力气的事情 所以我看个一两则 那互动一下 其实我也累了 也没有什么时间再去互通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去让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把萤幕关上的这件事情的阻力 在心里面阻力尽可能它会减少 那要怎么减少呢 就是要把就是一直滑手去 或者是一直粘在社群網路上 的这件事情的阻力尽可能它会加大 那加大的方法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透过键盘 透过什么中介的装饰 有些人可能就是装一些timeout 等等的这些阻碍器插线 如果你上影已经很严重 甚至还有一些 可能会去装那个 改那个ETChost的档案 就是确保说 每天只有几分钟 可以连到上社群网站 其他时间都连不上 就是自己把自己 就是防火强调等等 那就是看你上影的程度不同了 可以试试用不同的 调试的方法 但是到某个程度 这个上影就有结束了 那对你来讲 这个就是你想到晚了去 稍微看一下这件事情 那大部分时间就可以跟自己 大家想一处 有1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联合国的会议里面 是怎么样突发起想使用 世群会议 让中国弃者落脚 他其实应该是举手 对我来讲 其实对我来讲 我用世群实行是有年 因为我在2008年 就是开始在Social Text 2001年开始在苹果 基本上都没有时间去那边 一年可能是去那边两次而已 那绝大部分时候 都是用世群的方法 所以我自己调试唱 所以对我来讲 我如果是真的得飞过去的话 那再飞回来 大概两天就不见了 比如说四天就不见了 那所以如果是 就是半夜乘着 起来 视讯几个小时 那我还可以选 没有跳时差的问题 但如果是坐 就是那种12个小时 时差的飞机的话 我其实是非常受不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对我来讲 任何时候都是用世群会议 对我来讲是比较偏好的 而不是坐飞机 那当然在最近几年 又多了简单简单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理由 所以我就可以说 为什么要用机器人 是因为要减少碳排放 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最近又多了一个更好的理由 就是看机器人 不会传染病毒 所以就是说 随着时间过去 就是看机器人 有越来越多 我在2017年的时候 还被看作是 这个突发气象 那今年整个联合国大会 全部都是视讯会一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对台湾上有的好处 因为第一个 你在视讯会上 每个人都是一个长方型 已经没有什么观察员 还是会员的差别 但是大家都是一个长方型 然后都是一个长方型的时候 你的名字 也可以自己key 也可以自己答 后面上说 如果是 我真的去APEC的现场的话 那一定是 前面就有一个牌子 一定是写 Chinese才可以 因为这个是 就是我们加入APEC的会员的名字 或者是 当然可能去看他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视讯嘛 所以就 反正就是我爱起什么名字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我的主张就是 这是我的APEC情报 那我主张就是 我是这个网狱 网狱的主人 叫Digitalmaster.tw 那这个.tw 它不是国家 它只是网狱而已 那这个网址 如果你就是 看Digitalmaster.tw 确实是 那我的网站没有错 我并没有广告不实 那你说 这个是 算什么 主权生命 也不是主权生命 它是网狱生命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 我这次去APEC的 视讯的一个 方法 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视线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可以 运用各种各样的创造力 那运用各种各样的创造力的时候 除非是说 它延迟直播 然后把你网狱显了 不然的话 基本上是拿你完全没辙的 只要 只要是即时直播 基本上就是没辙的 就是事情 就都已经造成了 所以 后来其实 我们在 IJF 就是认练往来词的时候 其实是很重要 这会上很重要 因为 中共 共住联合国在欧洲总部的那一个人 他虽然举手抗命 但是 一直到我发言完 为止等等 他都没有离开房间 那这个其实是 按照联大的美好决议 其实是 嗯 就是一个新的状态 因为按照美好决议 就是 所谓一个中国 然后 就是不能有两个不同的代表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代表 赶出房间的话 他们是应该要离开房间的 因为 不可能 都同时有两个代表群存在 但是 因为他从头躲在房间 所以他就造成一个先例 就是我讲的话 有列入会议记录 那他主张说 我们就是在看电影 那就是 就是 电影 那虽然这个电影是 一秒钟以前在录音 但是 就是他在进入这个大楼的时候 因为机器人嘛 不用插护照 所以这个跟主权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是跟 就是 policy 跟这个政策有关 或者是跟stakeholder 就是流管者有关等等 所以后来 那我发言的身份 就是 Histomance.tw 的这个网站 的持有者 那 这个网站的持有者 当然还是可以是任何人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其实有点拆掉了 多边主义的 传统的那种想法 就是西法利亚信息的那种想法 而是变成一种 在网路上面 overline intersection 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去 在网机网络的智力上面 去主张说 这个字应该要联想到我 那有重叠的主张的人 可以通过某种方式 来进行讨论 特别像说的 有个敬请网语叫做 Dot Amazon 那到底想到Dot Amazon的时候 想到的是某一家大公司呢 还是想到某一个雨林呢 那就看你在地球上 哪个地方而定 因为这两个都叫Amazon 那所以 后来他们就想出了一些方法 就是在这个 就是主网语里面的 某些字网语 是雨林的意思 某些是 就是线上购物的意思等等 那这个就跟传统的 就是其他严肌 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 营造一个新的 比如说Mathinor 就是新的 外交上面的 亚地领会的外交 Track Zero Diplomacy 就是先以个人的 输回公民的身份 全球公民的身份 来进行外交 有18位朋友问说 对身份这么更新啊 朋友的治安问题 应该要如何解决啊 简单来讲 就是没有盲场就没有盲场一样 所以就是 如果你担心这个 晶片有自然的问题的话 那你就不要使用晶片 你如果觉得说 自然凭证 应该要跟身份证 分成两张卡拿 不应该把自然凭证 烧进身份证里面 像我一样的话 那你换发的时候 你就分成两张拿 我也会分成两张拿 因为对我来讲 Oth N就是身份的验证 Oth D就是好像前名一样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验证 一个是授权 当然是先验证 再授权没有错 但对我来讲 我如果想要这两张卡 并成一张的话 我用那个 就是魔鬼站 把它黏在一起 就可以 我随时说 改变心理想要两卡合一 我用那个 就是大概二十块钱的美套工具 就可以把它 这个 两卡合一 所以我在换发的时候 我自己是被两卡分开来拿 那如果当你两卡分开来拿的时候 那么这一张就是身份证的部分 确实它是有一个叫做基督码 就是跟它的护照一样 它会有两卡 就是有大与好的那些因素子 如果拿到护照应该知道我来讲这种 那所以如果扫这个基督码 它确实可以像一个自动通关一样 去确保说 那就不需要像我刚才要 因为领年奖费的关系 要手中填一堆有了没有的东西 那所以以后是确实是可以扫一下基督码 然后我的资料就进去了 但是这个是扫平 就是说没有人比你这样子做 也没有人可以比你这样子做 内政部已经完成预告的那一个办法是说 假设你用一个不透明的贴纸 去把基督码贴起来 把卡片背后 它机器具体读取的那个卡片序号 基督码以及晶片 你如果用不透明胶带把它贴起来的话 同样二十块 你可以买到美工工具 把它贴起来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那它就只剩正面了 就只剩光学识别 就跟本来的智能成分成完全一样 那这个时候 任何人 不管是公务机关也好 非公务机关也好 都不可以拼命去把这个 就是叫来死下来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人可以强制去 读取晶片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精神是 我觉得蛮重要 因为这个才是 就是开放式的一个社会 就是你觉得你comfortable 那你就做 那你如果不觉得comfortable 那我们就特别的讲说 执行业务的时候 查验卡面 知道即刻 电视国民身份的真伪 或个人身份 不得抢制要求读取晶片 要求读取基督吗 或者是卡片序号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 觉得晶片不是很安全 for some reason 的话 那你就第一个 把赞人认证整开 或干涉到赞人认证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把后面的记录码 卡片序号 晶片等等都贴下来 然后如果有人 就是要求 要读你的这个 晶片身份证的时候 那你就要主张 说 内证不得公民身份的 几乎公民不得是内容 之外相当影响党 现实的环境办法的操案 那当时呢 应该就已经办定了 不会是操案了 那你不可以强制要求 读取晶片 或者是卡片序号 不然的话很有格子法 我可以行使 各种各样的权利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想就是 大家觉得可以的 这些朋友 像我刚刚这个 收写这个真的是很麻烦 我还是不想要 方便一天说真的 那但是我不会把 赞人认证 出场到可以代替我 签名的这件事情 把它合併再混上卡里 但想要两个合一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就是 干液晶片的朋友 那他就可以把这个 贴纸撕掉 但是别人不能够把它撕掉 这个是咨询资助权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程序群 程同学 跟16位同学 想要问说 想请问一下 如何不被社群媒体 一片差的价值观所担任 以及养成独立的 批判性的思考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选媒变战 take all the signs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脑里 觉得某一件事情 一定就是如此 一定就是对的 那你要特意的去照 不管是选媒 还是选媒 媒体上面 跟这个刚好相反的 那一个立场 就好像说 如果你在二人同学 辩论法的时候 常常是你已经知道 辩论低空 可是你还不知道 你要正方还是反方 因为那个是用抽的 那所以呢 你正方论点跟反方论点 都要准备 如果发现 你在脑里只能放正方论点 而不能放反方论点的话 那这样就很容易 被偏差的价值观所干扰 因为来的每个讯息 你就会直接用自己的那个bias 就是染色过的眼睛去看 在跟你的反方的那个部分 就算他讲的很有道理 你也不会去考虑他 而跟你正方的这个 就算他讲的没道理 你也会优先去考虑他 会给他一个所谓的毛定效应 所以对我来讲 好像说每个部会 他有不同的主张 或者在睡前 你要看他们的资料的时候 我都很小心的就是 把它翻过去 那份脑里不下判断 因为我如果一旦下判断 我先看的那个部位 就会变成我毛定的那一个基准 然后我后面看的那个 跟他吵架的那个部位 就会变成好像是说 我用他的角度去了解 在后面这个东西 但是我如果在那里 不要生气叹道 我就把全国的照片都看完 然后去睡觉的话 那醒来的话 就可以养成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 那就是说 会有一个综合性的见解 就会出现 那你问我说 为什么睡了八个小时 就会出现综合性的见解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 发生的时候 我没有意识 那就是在我失去意识的 那么多个小时里面 就是就有了 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 以及见解 就产生了 但是就是按下判断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跟刚刚讲的 能够在背水形式的话 是一样重要的 有十次一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现在读的科系 没有什么兴趣 对于某个领域有兴趣 但是读的科系 兴致差异太大 没有把握跟怎么解决 这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休学啊 那 那 那再丑去也可以啊 好 没有,可以转系了 所以 因为 对我来讲 我是 一直都主张说 高中 如果 因为我也没有念过高中 再假设你高中间完了 我真的是 一向都主张说 不要去念大学 那 然后就直接投入食物工做 不管去做职工也好 创业也好 就业也好 当地大师也好 都可以 那 但是就是 就是 在这样子之后两三年 就像我自己创业 十五岁创业 过了两三年 我就发现说 我有一些事情需要回到大学 因为我脑里有些research question 那只要在大学里面有这个学术社群来回答 所以当然我也没有要学分 但是我只是要转来讨论 这个时候在大学老师跟文师批起工作 因为我有些实物的经验 那他有一些他自己的学说 所以我们就彼此都可以互相学习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就是 就是直接进入大学的脑里 没有一个research question 的话 那跟他的权利关系 实际上是不是很对等的 而且老师自己的研究兴趣 也比较难被我们启发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真的包装之后就不要念大学 然后需要大学的时候再回到大学 那很多就是大学教识的人 我之前有去演讲 所以那我们少子女的话 最近很严重 这样子不是要让我们学生人数更少 那我就说不是 因为他如果回到大学 带着研究题目来 而且他念DMBA 那他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他未来可能还会碰到别的问题 大概是会回到这个大学 也就是说它是好像Zexam一样 会变成在大学跟15节之间 不断的彼此清楚 所以摊题来讲 每一个人会在一个大学里面的年数 势必就是四年之后就不管了 或者六年之后就不管了 要来得稍微长一点才对 所以应该比较不会影响到 就是他们的少子女话这个题目 而且反而是对中生学习 当然比较要的帮助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他们会投入食物工作 然后投入食物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说 那大学有别的科系 或者别的研究的方向 跟你在做食物工作之后 有互相可以学习的地方 那个时候才会到大学 你现在应该在大学里面 要留意很多 有18位朋友们问出称 我是怎么训练口才的 大概简单的来讲 就是我每天平均都会讲 1.2场左右这样子的演讲 所以大家提的这些问题 我是尽可能的会回答 但是有些我回答不出来的 或者我再回答的时候 发现自己卡住的 我就会回去去请 就是请家人同仁 辨出一个网站来 然后我可以打开来 就是解释给大家 比如说之前我去西股 跟一些在那边工作 台湾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说 台湾有没有什么AI发展的方案 AI 台湾 所以我就当场 因为我不会背 所以我就当场Google AI 台湾 然后就发现说 当时都没有这些东西 当时大概是从这里开始 就是有一个什么 优质型创业的彩照目中 有什么这个 就是Buzz Orange 的一些报导 什么之类的 研究都没有到 业界的这些东西 当然都是说感价值 可是他绝对不是说 台湾整体的AI的规划 所以我就被问到了 那口才也没有那么好 我就在那边指示屋 然后我就说 好啦 你是你 所以我们就趕快回去 然后就跟科技汇报的朋友 讨论 就马上弄了一个网站 就叫 ai.taiwan.gov.tw 那这个在搜寻引擎上面 那 SEO 上面简直是作弊 就是因为我们的网站的名字 就叫 ai.taiwan 所以你 key ai.taiwan 你一定找到这个网站 它从一退出到第二天就是第一名 然后现在都还是第一名 因为它 那开头就叫 ai.taiwan 网域就叫 ai.taiwan 因为你很难赢得过这个网域 那 key 点进去之后 其实它当然还是从科技部 和经济部 教育部等等的 这个不同的角度 去看台湾的 ai.taiwan 也是各个地方政府 业界的朋友 都可以进来 那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是一夜市的网站 你就算只是用手机看 都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一个整体 那所以在下一次 别人再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看去上我的口才就非常流暢 这样好 那为什么你们之前已经有 dress rehearsal 就是已经 read 过了 所以大概就是不断的联系 大概是这样子 有十六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要怎么样跟价值观不同的人相处 简单的来讲就是去讨论 非常特定的个案 这个概念叫做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就算它的哲学 它的人生观什么 这个价值观跟你男人伪称 但是我们在讨论某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就能够得出共识 是看一些很玄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办法得出共识 其实我们每次在政策事情的时候 大概都是如此 就是那个一体设定 必须要非常非常的specific 像在当时2015年 Uber就是进入台湾 然后用没有职业驾照的驾驶 UberX的时候 那当时呢 如果我们在讨论 什么是共享经济 什么是平台经济 等等这种很悬的题目 那这样的话 左派的朋友右派的朋友等等 价值观很不同 而且很容易就吵架了 但是我们在讨论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没有职业驾照 但是有驾驶照的人 他在上班的路上 就是载了一个陌生人 然后去收他钱 那他一天就这样子 载20个陌生人 而且都收他们钱 这样子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需要 大家注意的地方 那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具体的个案 所以就算是相信计划经济 相信市场经济 相信这边什么经济模型的朋友 其实对这个图案 大概都有相同的见解 像当时我就有一个概念说 不管你最后怎么样 坐在后座乘客 那个人的意外险 必须要能够保他的意外险 没有人可能反对 对 所以就是有很多事情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讨论 很抽象的题目的时候 大概大家都不会同意 但是当我们在讨论 非常具象的问题的时候 虽然可能没有五件事情 大家都不同意 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方向 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互相同意的 所以我们每次用像Police 这种工具 它是类似slide 但是它有按不赞的选项 所以就是每个人可以提 但还是没有回应可以按 所以你按同意 或者不同意的话 好像我刚刚讲到那个 就是后座应该要有 意外险的这个功能 如果你同意的话 那你就会往我的这个方向 稍微移动一点 就是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然后这个画出来 就是我这一群 就是K-means cluster 所以你就会往我这边 一动一点 那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你其实很少人不同意 但是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就会往那个 同意Q 就是往青龙 稍微移动一点点 其实我不知道我是他的同意 但是在乌兰入口 就是说 它可以在这边 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的亲朋好友 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 但是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第一个 他这边没有办法打理 这边打数 因为没有回应的按钮可以按 那第二个是说 经过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就会发现说 其实大家的共识是这么多 那就是互相好像宗教战争一样 东西只有那么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左边的这边 直接是拿来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 多标化极限车的方案 那现在当然不是 就是无关是Qtax 已经是一个在地的车队了 而且也有什么Linex 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跟价值观不通人相处的地方 就是像这样子 Prosocial的这种场合 就是问说 好,我们价值观不一样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个案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共同价值 以及我们有没有一些创新的方法 能够实践 在这些具体的个案上面 实践出 当大家像说 那税、那保、那管等等这些价值 大家还是可以随不满 但是可以接受 那我们这一阵子的例子 大概都会让我们知道说 只要这个东西足够specific 大家都可以 虽然价值观不通 但是随不满意 但你可接受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像请问老公 为什么可以担心问题入睡 隔天竟然可以想出答案 我不知道 就是说 这个是在我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跟那个Deep Learning 一样 就是说 他最后很准 那就是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不定可以讲得出为什么 跟那个为什么 就是如果你直接做那个 Deep Learning 的那个 对他短片的话 可能你要花两万年才能够看懂 所以简单来讲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学校的时候 可以想得出答案来 就好像Deep Learning 大家也不知道一样 但是 但是我刚醒来的时候 我如果想出一些答案的话 我会试着就是 在我最后的输出的这几层 就是所谓的 Insight or Wisdom 的这几层 我会试着稍微反对一点 就是去给得出一个交代 因为毕竟我总不能 就是到行政院 然后就各不会说 我梦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造这个解决方案 很奇怪 不过我还是必须要 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因果链 就是说 这个解决方案 为什么能够实践你的价值 是因为 你看围棋也是一种电竞 为什么能够实践你的价值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经济不公愿区 虽然是直管软体没有错 但是电竞也可以促成 硬体业的发展 因为你要买很贵的GP 比如说我确实是这样讲没有错 然后或者是说 就是教育部 虽然他不是地狱 但是一种运动 智力运动 教育部实际上之前 也不住过侨派选手 还有围棋专班 等等这些事情 就是我想出了这样一个想法之后 我第一个要有Due Credit 就是这些关键字 到底是哪里来的 原来是PTT 巴胺特莫国理性 这些地方来的 那第二部分 还要有就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要给不出交代说 这些怎么样点到 本来的这些部位的主帐 所以一方面有alignment 就是说这个价值跟相应的价值 至少专业的部位的价值 是互相符合的 一方面有comptability 就是跟特莱夫惠所讲的立场 能够稍微连得上 能够给得出交代 那只要有这两个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还不错 比较值得相信 那事实上 Deep Lending也是一样 任何Deep Lending 做出来的东西 只要你能够证明 它的价值是alignment 那它是能够给得出交代 有acomptability 那大家才会愿意 这样子的 AI就是所人的Systive Intelligence 或者辅助式的事呢 躲进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当初开发口罩系统 大概花费多少时间 一共有4个系统 那1.0是从药局的这个系统 2.0是天保快移通的系统 到了3.0就是直接在超商 可以插卡的这个系统 那到了4.0就是说 就是很多人在家里 都已经有不少库存了 所以就可以护台湾 驻社会 驻视自由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其实 第4.0的系统 应该是花时间最少的 应该从 我们有这个想法 好像是 Twitter上面的朋友 或者网友 给别的一个想法 然后到决定要做 然后到时间写出来 好像只花了 可能24个小时不到 因为技术上 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好处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有高达 其实4万位民众 一共奉献了 贡献了 大概快要700万片口罩 而且我们在这边 按口罩荣誉榜 的话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的姓名 大概有一半的人 匿名 有一半的人 愿意公开他的姓名 那这个是看抛的一个示范 就是说 健康传者 当然是女性的资料 爱配他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靠比方这个 选择权幻性名权 在这个显名权的 这个状态下 你也可以选择把你的证明 就是 线漏出来 但是他们对各自 几乎没有侵害 因为我们连 几点几分都不会记录 就是你在某一天 你剩下多少口床配额 然后你愿意把它 就是指定 让这个外交部 不是只有外交部 在圆口上 那所以唐凤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共想赢了36篇口罩 那所以 以24小时来讲 这一套系统还不错 不过这个36篇 是有点不一定 我只有想赢6篇 剩下是唐凤凭 唐凤凭 唐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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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名字里面有唐凤的人 加钱 但是6篇 这个很好笑 所以就是会按分享 那按分享 就有更多人愿意投入 这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来自华24小时 那在最早的那一个 就是药局的 钥匙的那个版本 虽然说开花指花了三片 但是其实在一开始上线的时候 出了非常多的状况 最大的一个状况 就是拿号码牌的这个情况 就是口罩地图上面的库存量 就是显示它到中午都还有 但事实上呢 到早上9点半 号码牌就已经发完了 他们是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慢慢去过肩膀卡 然后到翻完的时候 再拿号码牌回来 换肩膀卡跟口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口罩地图 不失准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我在附近有一家药局 直接在门口 贴了很大的这个不要详信APP 禁探号 这个禁探号是那个标签 已经全行 那所以就是 显然钥匙已经不上其扰 对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说 好了呢 对不起 我们告诉我看个道具 你请你来嘛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 就是最超的最凶的 一些钥匙 进行讨论 那他们就说 至少要两个栏位 就是你可以零号码牌 跟Liko找到分开 好 在接下来隔一个礼拜 就分成两个栏位 那又在后面他们说 没有号码牌 什么时候发吗 不知道 我们一发完就必须要按一个键 按一个键 我们就要消失在地图上 这个我们后来也是做了这个功能 所以虽然一开始只花了三天 但最后调教到就是 要是觉得这个不是在找他们麻烦 大概花了三个礼拜 所有的时间 就是以周围迭代 大概迭代了三次 那在后面就是2.0跟3.0的状况 大概也都是如此 就是实际的开放时间 大概都是三天左右 但是大概也都是迭代了三个星期左右 才进入一个比较稳定 比较平衡的一个状况 当然很多朋友会问说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是不测试好 那就是测完三个星期 我们再上线 那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跟一个 正在指数成长的病毒作战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 而且我们的数值模型告诉你说 我们如果没有在它爆发之前 就让四分之三的人能够带上头 照片写写写信息秀 那么二次就没有办法比喻 二次如果没有办法比喻 二次如果没有办法比喻的话 我们城市写到完美 都是白绕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社群传播了 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PBS 就是我们办公室 是用一种指数性的方法 在欠寄数债 那但是当然慢慢就是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刚刚是说到五十份嘛 对不对 所以还有五分钟 有十七位朋友们欢迎收看 他问您认识 我是主持人 陈采华 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在出生之后 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这件事情本身 其实是一个幻觉 就是当然没有什么独立的个体这件事情 我每天醒来之后 也跟我睡前 大概不一定是连续的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还觉得说 有主体性是连续的等等 那个是康德叫做 regulative idea 是规制性的概念 就是你如果不这样子想象 或者大家不一起维持的这样的幻想的话 那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所以没有这种概念的社会 按照永化乐的概念 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还看得到的文明 都是有这种所谓的个体 所谓的自我 所谓的这些 因为你其实是幻觉的这些东西 它必须要维持起来 那所以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这样的 本来我们就不是纯粹的个体 本来就是彼此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而且一个人他的自我认识 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 就是biopsychosocial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完全是和我还心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他一个人 放在完全没有还心刺激的地方 但是没有几天他就疯掉了 所以可以证明说所谓的self 这个概念它是 完全是社会和环境 互相交互运用的一个状态 那但是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一个个体状像 还是要一种那种概念 就是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社会体层 如果没有什么幻觉的话 没有办法运作下去 所以你要我证明一个幻觉 可能是做得到的 但是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发语词吧 很多人问我说 那我对我这个字有什么看法 那后来我就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发语词 就跟oh或者ah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它是一个所指 但是它并不指向特定的能指 但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用这个字来发语比较方便 大概就是在词性上面 是这样的一个认词 有时期的朋友们问说 这个对于今后来猪的看法 挑战猪的缺点在哪里 因为我是吃就是新猪肉跟未来肉 所以这个问题问我是不是很公平的一个问题 因为最好我没有念过大学 然后我评论各种不同的大学 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的优点一样 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对我来讲 因为减碳真的是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现在当然就是未来肉还有点贵 所以并没有大家每天吃的意思 但是新猪肉好像已经便宜到某些锅贴店 都已经开始用新猪肉做锅贴的这个程度 就是吃起来跟猪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它是素的 而且也不会造成就是爱华胎 然后市场也要等等这些状况 那所以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看新猪肉 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平时是如何保持思维清晰 大概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睡觉 这个那已经讲得太多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用笔写笔记 我自己大概如果没有用笔写过笔记的话 我是很难记得住东西 这是我组织思绪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确实是可以 就是听大家唱片 大家听几个小时 我注意力是不会断 但是前提是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地方 可以写笔记 那我如果写笔记的画形式图 甚至是画一些 我适合过来看 可能只是那个结构还记得 那些字应该过去的潦草 我都已经忘记了 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把一个被动的状态 画成主动的状态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让我保持这个状况 的话我是可以保持好几个小时的专注力 但是如果不让我 不管是法词 或者是卸笔记的话 那我的算出力 其实一下子就不减了 所以大概是靠这样的方法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有15位朋友们 我问说 请问Hook 不是说要帮我洗头吗 那对 因为我指定要去 一个社会企业 叫做好前菜 去洗头 但是我不知道 他很好 现在看得怎么样 所以他还没有帮我洗头 所以我相当期待 所以可能等 下次他帮我洗头的时候 我们再买一个Vtuber 他再去做一个 这个洗头直播等等 这个企划 他之前说要听企划 但我还没有说到他的企划 好 那所以我们就 这个结在Hook洗头 这个题目上面 感谢大家的问题 谢谢 那谢谢唐凤为我们今天带来精彩的演讲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唐凤委员 那希望透过唐凤委员的分享 同学们对于 所谓社群自我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 有更深刻的形思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 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那提醒同学们 离场前 请先将我们的手机拿出来 扫描关怀卡背后的QR Code 或者是等会 人家前方的投影幕上也会有 那填写完我们的表单后 可以任务管缺制压点数 或者是多元学习步骤 对就是这个 好那 待会有交保证金的同学可以去场外 交交我们的收据或者是 以及我们的餐点推幻券 然后领取我们的保证金以及餐盒 那没有缺交保证金的同学可以直接离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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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